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燃料电池车 就是我身边这台宝马 ix5的轻燃料电池车 这真的是我的第一次 这次宝马带着这个车队来到中国 让我们来体验一下他们研究了多年的一个作品 先来说一说今天早上关于一些行业的输入啊 就是轻能源其实有非常多的优势 是一个很诱人的能源 也是目前仅次于纯电大家非常非常热于去研究的一个能源 那为什么在中国以及在全球都得不到普及 甚至说量还非常少呢 那这里头就是它其实分成几个部分啊 其实气能源主要分成上游它是生产 对吧 生产制造气能源 然后它的中游是运输和存储 到了下游就是实际的运用 那其实最大的难度就在于这个中间 中游这个运输和存储的部分 碍于这个技术的难度以及成本非常的高 所以就卡在这块 所以你看到全球现在都处于一个发展比较缓慢的阶段 然后至于到下游运用的部分呢 我今天也看了一些数据 目前全球其他国家大部分都用在乘用车上 但是它的保有量也仅仅只有7.5万台 那在中国气能源它的主要运用在商用上 大概中国有1.5万台这么一个数量 主要是大家看到的一些大巴呀 之类的种重型车 关于补轻站这块 虽然刚刚说碍于成本和技术的难度 我们在街上也非常非常的罕见 但是中国依然有350座的补轻站 这个跟世界各国相比的话 数量都是非常多的 那有人问了 今天宝马为什么要拿X5来在中国做测试 是不是马上就要卖了呢 好像中国对于气能源车是非常陌生的 这个卖的动嘛 实际上它不是马上就要卖 因为宝马品牌是一个全球化的品牌 所以它做每一个动作 做每一个策略的时候 都需要去看全球的市场是个什么反应 比如说当时纯电车还没有开始卖的时候 它先派出了mini-e作为试点车队在全球试车 后来出了首发车就是宝马的那个圆圆的i3 老i3 再后来大家才看到现在的宝马全系的一个电动车 是这样的一个步骤 那在氢燃料电池车上 这个X5就是这个首批试点车队的车型 那它会在全球各个地方举行不同的试驾 主要是看不同的气温环境 然后不同的加轻条件 以及全球各国人民对于加轻车的一个看法 和政策的一个支持 然后最后再来决定我这台车 到底什么时候量产 要不要量产 以及在什么地方作为主桥产地 所以作为一个全球化品牌 它考虑的事情是非常完整 非常全面的 那像这样的一台的试点车队 我们没有必要去说它的外观内饰 因为它跟最后的量产肯定有非常大的不同 然后我们要说什么呢 主要说它这个兴起的一个底盘结构吧 然后一台氢燃料的电池车 它的底盘是什么样的呢 大家脑补一下跟着我 前面它有一个燃料电池包 这是在最前面的 然后到中间会有一个储清罐 这个是6千克的一个储清罐 然后挺长的连到后边 在后边的这个位置 上半部分有一个动力电池 这个动力电池是辅助那个燃料电池用的 在你急加速的时候会起到作用 然后再往动力电池的下方 有一个宝马的电机 就是一个这样的简单的结构 其实你真正开起来的时候 跟电动车本身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这个储清口 这是我第一次看 跟你们一样 它的开盖方式跟油箱盖是一样的 对吧 然后这个里头就不一样了 它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把这塞拔了 特别像一个大型的打气孔 就这样的 估计就是一个 我都没见过那个打气 那个冲轻的那个枪 插上之后估计就往里给气 对吧 然后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然后这边有提示你要打清气的一个标识 然后这边有一些标准之类的 这些我目前也看的不是太多 所以当一个猎奇吧 你们看一下好不好 那它的补能速度呢 其实就跟加油是几乎一样的 充满这整个清气罐 它大概只要几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继续的去跑去上路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气能源虽然现在难度很大 但是全球各个车企业 各个做能源的 还都在研究这件事情的原因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台车开出去 看看它实际的感受 那刚刚在车外讲了那么多 我们现在第一次坐到车内 来开一圈氢燃料电池的iX5 你先让我缓慢的起步感受一下 首先很有意思的是 一般我们去试电动车什么的 那个能量都是百分之百 都是满的 通常一开始试加汇的时候 然后今天我们拿到这个车的时候 就是百分之五十 所以这个也侧面证明了 加轻这件事情 其实目前在中国是非常困难的 这是一个点 然后这台车我说一下吧 刚刚在外面说了 它整个底盘的一个布局 那数据方面呢 前面的那个燃料电池的动力输出 它是125千瓦 这个不是峰值的功率 它是一个持续稳定输出的125千瓦 然后后面刚刚说的那个动力电池 还有170千瓦的功率 所以它加起来的总功率是295千瓦 那这两个怎么分配呢 就比如说我现在 稳稳的在这样马路上开 那么它就是这个125千瓦的输出功率 然后等到我要 你看 极加速 来一下的时候 后面的那个170千瓦的动力电池 它又参与进来了 所以如果说你要开得非常快的话 这两个是一起作用的 如果说你就是平常这么小6的话 那就是前面单独来作用的 然后中间刚刚说了 有一个6千克的一个储清罐 它可以带来的这个续航里程 在WRTP的工况下是504公里 在后面动力电池下面 还有一个295千瓦的一个电动机 另外这台车的最高的这个加速 可以达到6秒以内 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 那么来说一下具体的驾驶感受 如刚才Workshop说的 其实这台车 氢燃料电池车开起来的感觉 就跟我们现在开电动车 是一样一样的 同样的加速非常的快 加速扭矩非常大 然后另外它也很平顺 然后很安静 这些优势全部都占了 现在我开的是一个舒适模式 宝马的 我们日常就会开这个模式 然后起步什么的都非常的稳 然后也很舒服 当然刚刚试驾的时候 也会让调到这个Sport的模式 这个模式一开起来 就一贯的宝马的 那个蹭的性格就上来了 所以其实是感受上 跟宝马的纯电车是一样的 那这样非常好的加速 非常安静的NVH 非常平顺的这种行驶质感 再配上宝马一贯优势的底盘条件 你就会觉得开这个车非常的开心 在车里也可以安安静地跟你们聊火天 但我们今天是在这个酒店的园区里转 也不能开太快 跟大家没有说太多 但不管怎么样 这是第一次新能源电池车的一个体验 我个人还是非常兴奋的 所以我开下来 其实我对未来的畅想 也是说能不能纯电和气能源 可以同时的来为我们的出行生活 去添砖加瓦 然后有这两个不同特长的能源 这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所需 去选择自己的出行方式 我觉得都是不错的 我们现在是平等的 这些 Bourbon 这些瘦 这些努力 选择自己的